今年5月 Lexus发表RX小改款 这是一款在Lexus30年发展眼镜史中 第一款豪华修旅车 也是台湾人最爱的日系豪华修旅车 在台湾卖了20年 累计超过6万辆 也因为这次的RX小改款在台湾上市 因此我们来到了欧洲古堡 要来试驾这款高人气的日系豪华修旅 呃不对是花莲啊 记者想出国想疯了 Nexus旗下有许多的修旅车作品 包括LX、NX以及去年底推出的UX 但是RX却让我们印象最深刻 原因是因为它是第一款Lexus的豪华修旅 那另外加上它拥有Toyota集团的高耐用度 以及高妥善度 也让它在1999年在台湾上市之后 一直拥有不错的销售实力 这次的RX小改款的部分 在车头方面呢 还是维持它原本的仿锤式的水箱护照 但是在里面的部分 已经改成快撞式的呈现方式 然后也让整个车头的绑锤式水箱护照的更加的细致 头端的部分的话 这次采用的是三眼式的LED头灯 那另外搭配上这个很像Nike Go的 健行的日行灯 然后加上这个整个灯距的部分也变得比较细长 RX450H采用的是Lexus的Hybrid油电动力 它拥有了一颗V6的Arkinson的3.5升循环引擎 搭配了电动马达 另外呢 变速箱部分则是ECVT的无段变速箱 我们只要用脚轻轻地在底下感应一下 尾门就会自动开启 导入了Apple Card Play跟Android Auto的部分 所以对于用智慧型手机的人而言 透过有线就可以连接了这块中控萤幕 去操作智慧型手机里面的一些相关功能 那这一块的话原本是Remote Touch的一个滑鼠的按键 那现在改成一个触碰板 那也是因应目前许多人使用智慧型手机 直接使用触碰板会比较直觉的一种操作方式 导入了这一块触碰板之后呢 你可以在这个触碰板上面滑动 然后到你想要的功能之后进行点选 那当然你也可以透过这个12.3寸的触碰萤幕直接点选 例如我们今天点选的Google Map 然后透过语音告诉导航说你想要去哪里 你就可以透过这个萤幕进行导航的部分 以身高178公分的人来看的话 头部空间的部分的话 6公分左右的一个头部高度 在膝部空间表现方面 大概有20到21公分左右的一个膝部空间 RX450H毕竟车重超过2200公斤 自然需要配上足以匹配的动力 这组油电动力在省油上比小改款前更进步 适合使用在ECO跟Normal的驾驶模式下 以RX450旗舰版来看 平均油耗可来到每公升14.6公里 以这样一辆中大型休旅来看 简直可以媲美许多中型房车 但想要拥有更多的动力输出表现 Sport & Sport Plus的驾驶模式就是最好的选择 另外还能搭配AVS可变阻尼避震 提供在高速行驶时更好的行驶稳定度 过弯时所产生的侧行状况 就由AVS帮您掌控 驾驶要做的就是享受驾驶乐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